鸡屉藤 鸡屉藤是我每年都很想吃的食物 想了很多年都没吃 去年去了几个地方找 叫做找到 但就吃不回那种味道 最近在路边看到有人买 我就买了一袋回来想试试自己做 Namaste, 我是 Missy 林青 欢迎来到 Missy Jim Jannery 鸡屉藤是一种传统的客家茶果 小时候每逢清明节的前后 妈妈就会做给我们吃 虽然名字听起来好像很难听 样子也很难看 但很好吃 自从妈妈离世后超过20年 一直都念念不忘 尤其是每年临近清明节的时候 就会特别想吃 那种想吃的程度 会不断分泌口水 然后令你更想吃 去年终于忍不住去了很多地方找 大帽山, 深水埗, 泉湾, 长洲等等 都吃不回那种味道 早几天无意中看到 有位婆婆摆地摊买鸡屉藤 因为真的很难遇到 这么多年都没有遇到过 于是就索性买一袋回来 然后再看看应该怎么做 所以今集就来挑战一下 可不可以成功地做回以前妈妈做的那种味道 首先就是把叶子摘下来洗净它 由于鸡屎藤是野生的 有机会被月龙虫噴过一些杀蚊之类的农药 所以最好用盐水浸一段时间 然后再用热水过一过水 接着就搅碎它 最好用刀剁碎它 然后再放入锅里 加点水和片糖 用小火煮 先用糖 然后再把搅碎的鸡屎藤 拌在一起煮一会儿 放入浪米粉里搅拌匀 搅拌匀 分成一小粒全粒 搅至圆就浸蛋 放到猪头上面 然后太牛肉煮熟 然后在浮略蒸蛋 一般的鸡屎藤 都是用是猪头到 저희家 找不到有刀 把猪头取成牛油纸 在墊底蒸熟 刚刚的做法就是 请教我扣母 问她鸡士腾是怎样做的 所以糖和糯米粉的份量 都是比较随心 糖的份量是看自己 接受的程度 去到哪里下多少糖 面粉是看实际的手感 一问扣母 鸡士腾是怎样做的时候 她立刻做了一堆鸡士腾给我 做好后可以对比一下味道和样子 有什么分别 现在才发现原来自己很近 现在就到试食了 这个是扣母做的 深色一点的 里面是有花生的 这个味道像妈妈做的味道 终于可以吃到好吃一点 外面做的不是这种味道 好吃 然后试试我自己做的 浅色一点 浅色一点 因为没有焦叶 我用了牛油纸 原来用牛油纸 会黏得很厉害 其实真的要用焦叶做的 没有焦叶的话 用石纸 也会好一点 用了牛油纸 现在纸都黏住了 黏住了 都可以的 相对扣母做的 当然是扣母的好味 而且那个很确实 这个很黏很黏 不知道为什么 纸一触下去就已经黏住了 纸放半条糖的话 就好像只吃糯米粉 所以加多一点糖 是会更美味的 而且我发觉只是摘一些叶 叶下面那里有少少少 叶框都要拔走 不知道是弄得不碎 还是什么 现在有些框出来了 都算成功 其实怀念一个人可以有很多方法 过去自己只会把所有的东西 收在心底里 不愿意表露出来 一方面是怕表露出来 会被人看到自己内悦的一面 二来是只要一提起 或者被问起妈妈 这两个字就会眼红红 家长不想勾起家人伤心的回忆 所以从一开始就很努力地压抑 和掩饰自己的情绪 以至到潜意识 已经自动自觉地把自己 由一个很久去不是怎么出声的人 变身成为一个相反性格的人 搞乱gat 喜欢引人笑 甚至乎后来认识我的人 都是用癲这个字来形容我的 大概足足用了十多年的努力 才在被问起的时候 开始可以正面地回答 然后再到笑着回答 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 以为只要把一些伤痛 放在一边 自知不理 慢慢就会忘记 就会好回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消失 而是静静地 躲在一个我们不发现的地方 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蔓延到生活上各个层面 影响着我们 消耗我们的能量 如果能够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去怀念 去重温一次过去美好的感觉 满足心理上的需求 反而会有一种 好像将大石放低一点的轻松感觉 每次放低一点再一点 然后就可以换取少少的愉悦感 这么多年来一直看着身边 不断有朋友经历亲人 好朋友或者是宠物的离世 都不知应该可以如何帮他们脱离痛苦 这个也是过去一直努力地实现梦想的原因之一 因为深深明白到 如果要致人必先自己这个道理 我才有这么大的动力坚持下去 希望屏幕前的你能够接收到每一集所传递的讯息 同时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愿意试试重温记忆里面那种美好的感觉 来到满足耐心的需求 生活就是要想办法令自己开心令自己快乐 愿你会找到令自己释怀的方法 左右割有一块 每个位置都是这样对称有一块 这个就是吉士腾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任何感想 欢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最后也提提你 记得要给个like 订阅和打开小叮咚 同时也欢迎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星期二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